啊 走 哪呢 韩俊阳我一直懒得跟你技巧 但你也得有点分寸 不管怎么样 我妈也是你爸明媒正举回来的妻子 是你的长辈 能不能有点教养 顾景云 哎 哎 哎 你又来看看是吧 对啊我有时间 有时间 公司不好了 还是说压根就不想去常呗 这什么话 我就不能有点真诚关心的样子了吗 可以可以可以 来 撤了 撤了 对了 我有个事情需要你的帮忙 说 陈一哥想起来一些小时候的事情 俊阳 你吃个苹果吧 你想什么呢 忧心忡忡的 是不是公司有什么事情了 都什么时候了 你还惦记公司的事 你误会了 我只是听到一些消息 说公司里有人不太安分 怎么 你还在公司安排眼线了 你 你爸的秘书上午刚来过 他提到一些公司的事情 我只是担心你应付不来 你担心我应付不来 所以找李延书来代替我事 你们俩无非就是为了我们家家产 你胡说什么呀 我胡说什么 我告诉你 有我韩君尧在 你就不可能得逞的 所以我在想 要是能找到一些当年的收养文件 我觉得可能会有线索 明白了 包在我身上 但是这只是我私人对你的拜托 我还没有告诉他 为什么呀 因为我不知道会查到什么 万一结果不好的话 我把他难受 明白 对好 还有 董事长那边 你也替我保护 放心吧 这种事情我不会跟他难受的 谢谢你啊 走吧 走 你在那儿哭哭啼啼啼什么呀 演戏给谁看呢 你是不是想告诉所有人我在欺负你呀 你还有没有良心了 现在躺在病床上的人 他是你的父亲 就是因为他是我爸 他还不是你害的 要不是你这个女人 他会成真天这样吗 所以我根本就不想看见你 你赶紧给我出去 走啊 你出去啊 走 走 俊阳 韩俊阳 走 妈呢 韩俊阳我一直懒得跟你计较 但你也得有点分寸 不管怎么样 我妈也是你爸 明媒正娶回来的妻子 是你的长辈 能不能有点教养 俊阳 太过分了 不过分了 你滚 你让我干什么 我 我只是觉得你 我只是觉得你 你觉得怎么跟你说呀 我觉得你实在是太不懂事了 因为是你旧情人的妈妈 所以你觉得我伤害他了 是吗 韩俊阳 你能不能讲点道理啊 你爸爸现在实在昏迷没错 可是不代表他没有意识 你这么在他面前吵闹 你觉得对他的病情会有帮助吗 你别跟我说这些东西 你是正关心我爸吗 我当然是关心你爸爸了 否则公司那么多的事情我不去做 我过来看他 我真的不懂 为什么韩叔叔他 他那么睿智 儒雅 怎么生了你这么个门不讲理的人呢 是 我不睿智 我不儒雅 我不讲道理 连叔 儒雅 睿智 讲道理行了吧 你别忘了 谎话连篇的人是他 这跟验叔又有什么关系啊 在你眼里 也有黎验叔不重要的一念 你说什么呀 别碰我 韩俊阳 我知道你今天心情不好 所以我不跟你计较 但是我希望你想清楚之后再跟我道歉 你听见没有啊 谢谢 优优独播剧场——isswin елinn cie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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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